我們來看到我們的獨家報導 全台唯一獲得國際認證的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三月才盛大開跑 但現在有民眾在網路上發現 奇怪 怎麼才幾個月啊 萬金石馬拉松十一月又有一場 又有人很興奮 趕快上網報名 但是費用都繳了 打電話向承辦的新北市體育處確認 才知道原來這網站是詐騙網站 邁開步伐大步向前 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是全台唯一獲得國際認證的馬拉松賽事 舉辦邁入第13個年頭 卻傳出有個山寨版 把民眾騙得團團轉 打開這個網頁 果真寫著萬金石馬拉松 左上角還有一個大大的新北市logo 但卻是個冒牌貨 和真正的官方網站比一比 除了把新北市萬金石 改成了北海岸萬金石之外 其他元素幾乎一模一樣 也讓主管單位新北市體育處相當緊張 這個活動啊 它整個設計 報名網站的設計 連同它的競賽規程 全部是跟萬金石是一模一樣的 只有改到日期而已 它放上去的時間 應該是沒有很長 但是我們在這個整個下午 大概有接到十幾通的電話 就是因為冒牌網站上 依舊留著體育處的電話 民眾會了報名費之後 紛紛打來詢問 才讓事情曝光 而萬金石馬拉松打響名號 卻疑似淪為詐騙集團活招牌 也讓體育處棄得報警提告 更呼籲民眾多加留意 以免報名費和個人資料遭到騙取 記者顧原松 周靜宇 新北市採訪報導 資料庫 是